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个《普贤新愿品》 对我来讲可以说是 用藏文上 以前给个别道友讲过 但是在汉语上第一次 虽然读过 每天都是念诵 汉语也念诵 藏文也念诵 已经这么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但是给别人真实讲课 几乎是没有讲过 这次我自己认为很开心 我这一辈子当中 有过这么一个机会 因为人生都是无常的 也许是第一次讲 也是最后一次讲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非常甚深的一个佛境界的发言文 这个发言文今天大家共同学习 应该说是特别殊胜的一个因缘 这个《普贤新愿品》 我想大家也不是很陌生的 不管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大家都特别重视的一部法 他的词句和一些文字上看来 也不是很好懂的 应该每一个人认真地去演习 尤其是我们这次讲解的过程当中 也至少希望 每个人到达字面上能理解 同时我们平时念诵的时候 边观想它的意义 边念诵 那这样的话 意义和功德更是不可思议 那么我首先大家简单地讲一下 《普贤新愿品》的一些相关因缘和缘起 其实《普贤新愿品》 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花园经》 按照汉地的一些历史 《花园经》也有六十花园 八十花园 四十花园 六十花园 大概在东京时代的时候 当时印度的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意思 叫做佛陀巴陀 他也翻译过很多 佛陀巴陀当时翻译 这个后来人们称为六十花园 但六十花园里面 没有《普贤新愿品》 单独的这样的偈颂 然后佛陀巴陀他另外翻译 有一个叫做《文殊四立法养经》 这个里面有《普贤新愿品》 这个《普贤新愿品》 我以前也是看过 对照过 基本上跟这里面的译本 比较相同的 但是后面有一部分 不跟这里的译本是比较相同的 是这样的 它单独是一部经典的 然后还有在唐朝的时候 应该是唐高宗吧 那个时候武则天 当时知道在西域那个地方 有比较齐全的花园经 然后当时派人倾倒 这里建立译场翻译了 那么翻译以后 这个叫做《八十花园》 也是可以说 《五字坛》是特别重视的 我经常也是在《无上甚深微妙法》 当时他对《花园经》的《开经》 就是《开经》 所以我原来也是 遇到这个颂词的时候 自己也有一些不同的 缘起也好 感觉也好 感受也好 感应也好 凡是有一些不同的决数 密宗来讲是决数 显宗来讲是感应 然后世间人来讲 这是一种特殊的因缘 自从遇到接颂以后 我也是莫名其妙的 每天都是在讲课之前 就念这个接颂 那么这个好像 也不像藏地传法的风格 也不像汉地传法的风格 但不管怎么样 我有一个独特的风格 这叫做有特色 现在的话来讲 这是中间随便加一个 这是叫做《八十花园》 当时在长安邑的 后来也是唐朝 唐德宗 在那个时候 当时现在 《普贤西元品》的仪者 仪者叫做《三藏般若》 那么这个三藏般若 其实它是生于印度 大概好像我以前看过 公元734年的时候 它好像降生的吧 后来来到中国 受到皇帝的恭敬 然后当时也是在 西安那一带翻映了这部经典 翻映了《花园经》 这个叫做《四十花园》 《四十花园》的最后 有《普贤西元品》 包括长汉文和一起 所以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汉地也是《普贤西元品》 是非常兴盛的 我们藏地《普贤西元品》 《花园经》的后面 也是有《普贤西元品》 这个是跟四十花园相同的 那么我刚才讲的 六十和八十花园当中应该是没有的 那么《普贤西元品》 第一个是从作者也好 或者内容方面 的确也是非常甚深的 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发愿 就是普贤菩萨怎么样发愿 我也这样发愿 文殊菩萨怎么样发愿 我也这样发愿 以这种方式来发愿以外 这里面所有的内容 在我们心里面 现在能呈现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 以前上师如意宝讲的时候 也是说过 真正的《普贤西元品》 一地菩萨的时候 它会发愿的 那真实《普贤西元品》里面内容的 所有的愿文要现现的话 只有八地菩萨以上 才可以呈现 里面所有的这些境界 我们呈现的话 也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每一个内容 全部都是非常简单的 脑海里面显现 或者说能做到的话 当然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 现在要发愿 就像我们世间的 比如说现在读幼儿园的 或者有些孩子 家长要求读四处五金 读弟子轨 如果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 这些古文朗朗伤口的话 那么成年的时候 他可以用的时候 运用自如 非常容易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凡夫人 那么我们现在 平民地发愿 平民地念 那么到最后 从一地菩萨以上 或者说我们的境界 越来越高的时候 这里的发愿文 全部在我们身体当中 也是可以体现的 因此首先了解 这个普贤心愿品的确也是特别重要 比如说我们上师如意宝 到汉地五台山发愿的时候 也是念普贤心愿品 到印度金刚座法院 也是念普贤心愿品 然后我们学院里面 开任何一个法会的时候 每天都是送四遍以上 而且每天讲课的时候 也是都没有断过 都没有间断 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包括一些法师的课也好 我们每天都是不间断的 念诵普贤心愿品 我昨天也是一个开玩笑 我也说了 我说念普贤心愿品的 现在有从85年到今年是2012年 那这样的话 接近可能27年 八年吧 就是这么长时间当中 每天都是几乎 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出去 有时候是耽误了一两天 普贤心愿品没有念 但没有念的话 我过两天以后 我算是我的功课 就尽量恢复这样的 一直 我个人来讲 念了肯定非常多的 去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当时要求 为了是要输我们三个多月的时候 普贤心愿品 我们每天念一遍的话 念了一百遍 一百遍我们这样算的话 一年讲课的时候的功德特别大 慢慢积累起来也是特别大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是所有佛经当中的一个发愿望 也就是说 《华严经》的所有内容 可以在普贤心愿品的偈颂当中 圆满或者是归世的 因此人们也经常 称为叫做小化验 也有这种说法 其实普贤心愿品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是三财通知发愿的 不是通知 那么三财通知 有些历史的说法 当然也有不同的 一般来讲 三财通知是以前在印度的一个城市 里面叫做福德城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福报的人 最后生一个孩子 当他生下以后 家里各种财宝 自然而然出现 因此好像通过看相 说是跟家里的孩子有殊胜因缘 而取名为三财 但三财从小都是 由他家里的各种财宝帮助众生 后来他发现 人生真正的意义不在于 光是进前来利益众生 进前来利益众生的时候 他虽然知道 暂时的这些痛苦可以解决 可是他们真正生老死病的大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因此对这个问题很困惑 后来文殊菩萨 到这个城市里面来进行传法的时候 通过文殊菩萨的教言 他就认识到发菩提心的功德 后来在文殊菩萨面前发愿 他要行持六度万行 但是到底怎么样修 怎么样行持的话 文殊菩萨当时告诉三财童子 说你如果真的要 就是行持菩萨的六度万行的话 那么你从现在开始 一定要依止善知识 然后三财童子 第一个是依止文殊菩萨 开始一直寻找各种不同的上师 善知识 我们经常所谓的无视三财 依止了无视三位上师 最后依止的上师 是普贤菩萨 然后普贤菩萨依止的过程当中 他从因地到他现在所有的发愿 已经给他进行教授 尤其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对他传授 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依止了无视三财以后 返回文殊菩萨那里的时候 文殊菩萨对他进行摩定 加持以后 从普贤菩萨所有的米勒坦承 好像是米勒坦承 《华严经》里面怎么讲的 说是 可能是普贤坦承吧 普贤坦承全部都是如梦幻般 呈现在他的眼前 然后他就发愿所有十方世界中 一直念《普贤行愿品》 然后这个以佛的加持 成为佛经 我们《华严经》当中 最深深的一种发愿文 因此我们大家希望 每一天尽量不要间断念《普贤行愿品》 的确是 他最后发愿到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么一个特别殊胜的愿文 很多大德都一口同声地说 所有诸佛菩萨的愿文 诸佛菩萨的发愿 可以包括在《普贤行愿品》当中 因此从《普贤行愿品》的 整个来临来讲的确也是特别殊胜 然后这个依者 我刚才也讲了 这个依者大概是公元734年的时候出生 出生以后 从小他对善法非常有信心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移植了很多圣文城的上师 就学习了阿毕达摩 巨石轮等等 后来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前往印度的那兰陀斯 那兰陀斯一直只有当 许许多多的那兰陀斯的一些上师 然后威士颂 瑜伽部 中观法门等等 很多的这些法要 后来又前往印度南方 受持五部密法等 很多的密法修学 同时他也是 好像觉得十八年当中 印度各个不同地 在佛林 佛塔那里行持善法 可能就像我们密宗里面 所讲的那样 八大石头林行持八种 行持迷信 也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后来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 特别向往五台山 然后好像从广州这边 经过到长安前往五台山 之后受到皇帝的禁风 也是在长安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四十花言 还有我们经常引用的 《六雀波罗蜜多经》 《大乘六雀波罗蜜多经》 还有我经常引用的《心地观经》等等 翻译了许多经典 后来他缘起的时间 应该是按照他的一些时间来看 好像七百八年的时候还注视着 然后缘起的时间 并不是很明显 历史上 我以前查过一些资料 但是这个意思不是很明显的 但当时后来他就翻译 尤其是翻译《华严经》的时候 当时唐大宗经常 每天都是来一次 确实那个时候唐代的这些皇帝 对佛教的忠实成度 我有时候非常非常地羡慕 他在异常当中经常来 经常来了以后 如果今天皇帝有什么其他的 包括一些朝政上的事情 那么想一时请假 今天我来可不可以 我要去出差 到什么地方去 整理国家的事情 然后一时点点头就允许 允许以后皇上回来的时候 还冰暴 小家 是这样的 后来他翻译了《四十华严经》 经过三年 翻译了《三年》 皇帝给他也是奉上三藏薄弱的称号 所以在当时来讲 对佛教的贡献非常大 而且他所翻译的词句来讲 的确是特别殊胜的 原来上师如意宝去舞台山 当时我也是不像现在一样 有网络 很多寻找比较方便 当时我也在舞台山的 很多寺院里面寻找 幸好后来找到一些译本 对照之后 感觉这个译本是很好的 回来以后 学院的四种导游 每天上完课以后 我们当时每天都是念汉文 念的也是汉文 好几年都是一直念汉文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的课颂变成藏文了 现在我好像字面上都不会念了 原来我好像后来会背 现在我字面上都不会念了 所以人老了以后 有时候特别糊涂 所以当时我也宣了 三藏薄若的遗法 就是三藏薄若 但后来看的确汉地也是在很多地方 以前也是念诵过 以前唐代的开往使教路 在里面也是说过 说是在国外的一些喜悦的地方 那么念诵法愿的时候 诵这个经典 当时在唐代的时候 说是他周围的这些喜悦的国家 都会念诵普贤心愿品 的确现在也好 过去也好 我们藏地的任何一个寺院当中 不管是任何宗派 都会念普贤心愿品 我想汉地也是确实是同样的 也有很多寺院也好 在家人也好 大家都是行持普贤心愿品 汉地也有一些注释 所以我想这个缘起 大家一定要对法产生一种信心 本华老和尚他实现圆寂了 但是我当时是几年前吧 几年前跟我一起 在弘法师的时候 他当时亲手给我了一本 他在舞台山用自己的血 写的一个普贤心愿品 我觉得当时我生起很大的信心 现在看来 这也是一种可能缘起吧 因为他当时在文革期间 超了很多的经典 从一些介绍当中看 超了很多的经典 但很多经典不一而非 因为当时的各种 病忙慌乱的各种朝代时代当中 很多都是已经没有了 但现在至存他学习的普贤心愿品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 确实是以普贤心愿品 作为自己的一个 众生所修持的法 那么我们要修持的话 从他的字面也好 从他的很多意义上面 要理解才是修得刚好 否则的话 念诵也虽然有 非常大的功德和意义 但我想还是大家一定要 我刚才讲了 至少也是字面上能解释的 每个人能解释的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 可能讲普贤心愿品 每天都是讲 不是每天 一个礼拜当中 讲一两档刻 是吧 那么这个普贤心愿品 整个经体分处义和经义 还有摩依 分三个方面的 然后处义的话 叫经名 经的名字 如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普贤心愿品 如不可思议的话 我刚才讲了 一般来讲 确实这是一个佛和菩萨的境界 它是一种解脱 完全是远离了烦恼和障碍的一种境界 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愿文 所以很难读 那么普贤 它有两种解释 有一种就是说 普贤菩萨 因为在八大菩萨当中 发愿最大发愿的普贤菩萨 他发愿的所有行为 在这个经典当中 这样也可以说 还有一些论师的解释方法 普贤指的是所有的意思 贤善善妙的意思 出善 中善 莫善 出善后 一切时候全是善的 没有一点恶德 而且这样的善法 功德也是无比的广大 普贤这个意思 心就是菩萨所行持的一种心境 菩萨的这种 不可思议的心境 那么怨 我们要心里面发愿 其实心怨非常重要的 如果只有心 没有怨的话 那么这个行持 不会很长久的 比如说我们要度众生 这是一个行为 心里面没有发愿的话 它这个行为过完了以后 可能就没有了 然后而有怨 没有信的话 也是不行的 心里面想利益众生 心里面特别想成佛 但是成佛的路 成佛的利修流的关系 一点都没有行持的话 也不行的 所以我们净土宗当中 经常讲愿行 往生极乐世界的 愿行极为重要 很多历代大德也是这样讲的 愿就是在这里 因此我们普贤心愿的话 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做菩萨 怎么样做佛 那么这个行为和愿结合起来的 一定要行持 现在虽然我们不能完全 如实地做到利益众生 和一些普陀广大不可思议的行为 不能行结 但是我们现在一直发愿 只要我的发愿不退的话 终有一天 一定会实现这样的愿望 因此 普贤心愿品的大概经名 也可以这样讲 翻译我刚才也讲了 他是疾病国的三藏般若大师 三藏般若大师 他是受国王的奉召而已的 我们藏文的译品当中 中间顶礼文殊十利菩萨 藏文按照藏地的传统 译经的传统先顶礼文殊菩萨 汉文当中没有 汉文当中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这次不是讲长行文 讲他的 应该说是 《普贤心愿品》的重大的意义 就是以十大愿来宣说的 十大愿所有的 这个佛菩萨的发愿都可以包括 第一个愿离诸佛 还有赞如来 赞佛陀 光修供养 光修供养 忏悔罪障随喜功德 请传法论 请佛诸师 还有应该是长水佛学吧 恒顺众生 最后普解回向 总共有十大愿 其实我们普贤十大愿 在我们的《普贤心愿品》当中圆满讲述 如果这个再广的话 那么十万大愿 佛菩萨的十万大愿 轨迹起来十大愿 十大愿轨迹起来 普贤心愿品 原来上师也讲过 如果《普贤心愿品》的十大愿再归世的话 那么利益众生和弘扬佛法 很多大德也是这样讲过 这样的话 这个佛经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下面讲这部经应该是 根据一些藏传佛教大德的诸实 也加一些科判 作简单字面上的解释 因为这次的确也是 我们前面已经学了 《净土五经》当中的《净土四经》 已经讲完了 那么这个是第五个 《净土四经》 原来也讲过吧 这个普贤心愿品 清朝的时候 一个文人叫做伍原 他觉得这是最后同归西方 非常有意义 把《普贤心愿品》 放在《净土经》里面 后来银光大师 把大势之菩萨愿童章放在上面 总共就成了《五经》 我们这次讲《普贤心愿品》 也是完成以前的发愿吧 你们很多人也是发愿过 要听《净土五经》 我也发愿过 我也讲《五经》 同时我们也共同发愿以后 《普贤心愿品》里面 所有的这些功德 也要一切显现 那么下面这个经文 分《前行七指公》 和《真心》 广说发愿 后行将发愿的功德而结尾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前行七指公》 我们经常所说的 顶礼 供养 随喜等七指公 因为七指公 《普贤心愿品》要发这个愿的话 一定要遣除罪障和积累资粮 所有的发愿都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密宗当中的任何一个修法 也是七指公不离开的 显宗的任何修法 也是七指公不离开的 首先七指公里面的第一支公 我们讲顶礼 顶礼 顶礼在这里有略所和广所 这个略所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是一切人世之 我以清净生理 以一切便利尽无欲 这个是顶礼的略所 顶礼的略所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东南西北四方 还有东北等四语 还有上方和下方 所有的十方 然后三是未来过去 现在 意思就是说 从地方来讲 所有的十方 从时间来讲 未来过去 现在 十方 三是当中不包括的 没有这个空间了 地方和时间都已经包括了 这里面所包括的 所有的认识字 认识字大家都知道 这是佛陀的一个义名 佛陀 因为他是人中之王 可以说是 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四语是成为最具有威严的 具有胜负力的 所有的人类当中 佛陀的不管是智慧也好 力量也好 悲心也好 各个方面无人超过他 因此叫做认识者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时间当中 所有的时空当中 一切的佛陀 就像我们讲《净土经》的时候 你看东方有多少多少刹土 有多少多少如来 西方有多少多少刹土 有多少如来 无量无边的 过去有多少如来 现在也多少如来 未来也多少如来 所有的这些如来 我已清净的 我们发愿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反反复复地想 我也这次 可能他们真理稿子的人有点 我反反复复这样啰嗦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困难 但是大家为了尽量地 懂字面上的意思 反反复复地啰嗦 你们一定要 每一个偈颂的意义要搞懂 不然很多人都不会懂 所有的这些如来面前 我有清净的身体 清净的语言 清净的心便利 一切的一切向你们顶礼 向你们顶礼的这些对境 一个都不遗留 一个都不剩下 全部都已经 并不是说 我只顶礼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还有最多是 再加上一个宝吉如来 其他的佛陀 对我没有关系 我就不理他们了 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认识者 所有的佛陀 我都要一一一地顶礼 确实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我们心里面也是 应该怎么想 这个偈颂可能 几秒当中我们会念完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能 跟到《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所有的佛陀面前 我也想顶礼 别念的时候 别我们的心是能这样的作意的话 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以前《往生引途决于论》 决于论里面也是讲过 说是如来妙色 世间无于比吧 无比不可思 无比不可思 世故我尽顶礼 有这个几种 世间当中所有的佛陀 我们世间的人 谁都是没办法给他想比的 不管他的功德也好 智慧也好 在那方面都是没有办法别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佛陀面前顶礼 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经常也给大家讲 释迦牟尼佛的佛像面前 我们做一次礼拜 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清净的身体来顶礼 而且身体怎么顶礼呢 我们可长途 可短途 或者说闻讯 或者说合证 我们平时用一种特别恭敬的姿势 这些叫做清净的身顶礼 清净的欲顶礼是什么呢 经常祈祷佛陀 经常念诵佛的一些赞颂 还有经常赞叹佛的功德 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 如果赞叹释迦牟尼佛是如何如何 他的功德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什么什么的话 这就是用语言来经历的 那么我们清净的意怎么顶礼呢 清净的意 心里面经常做意 观想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他对众生是如何的慈悲 然后佛陀得到果位以后 他的功德是如何如何的 不可思议等等 心里面经常忆念他的功德 心里面经常观想他 那么这些都是一定力 当然心里面的一定力 印度的一些论师 包括以前有一个论师 他在诸事里面讲到了 就是说 一定力方面有三种 下根者的一定力 这是听说佛陀很好 反正莫名其妙地 对他起信心来观想 这个叫做下等的一定力 中等的一定力 他通过知道了佛陀的一些功德以后 心里一种不可退转的 产生一种信心来一定力 这是中等的 对他生起信心 然后上等的一定力 他通过知道了佛教的内容以后 真正已经到达了 佛陀所得到的这种境界 这个叫做上根的一种证物 所以我们不管是以那种往事 至少也是对佛菩萨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 有一种欢喜心 公解心 圣洁心来进行顶礼 这样的顶礼 的确也是功德非常大 意义也是很大的 而且我都经常想 即使有时候没有时间讲课 念一遍《普贤行愿品》 今天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虽然有时候很散乱 但我迷迷糊糊糊当中 我念一遍《普贤行愿品》 虽然没有能观想 但是我语言已经念完了 语言念的话 那这叫做我语顶礼 我语念诵 语赞叹 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功德 具足的 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今天讲 我看时间是有那个 是吧 还有多少 那你还是可以 吉祥 好长时间没有讲课 所以我就觉得 我讲了很长时间了 我现在可能讲完了 还有二十多分钟说 好 那这个偈颂就讲到这里 下面一个偈颂 我们刚才讲顶礼略锁和广锁 下面是广锁 广锁分圣顶礼和义顶礼 语顶礼 分三个 词地稍微有点那个 平时我们申口语吧 在这里是生意欲 首先第一个是 圣地里普显行愿为胜利 普显一切如来前 一身复显称 称擦成身 意欲便利 擦成佛 所以我刚才讲我读得不好呢 我提前已经给你们打预防针了 这样的 下面是用圣顶礼 圣顶礼的意思就是说 普显行愿的未胜利能现前一切如来 在我们念普显行愿品的时候也好 或者我们在观修的时候 应该有一种身体来顶礼的 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平时修五十万加行的时候 也是前面观想诸佛菩萨 然后我们自己的身体和 还有无量的众生一起向皈依经进行顶礼 这也是一种一边观想 一边做身体顶礼 那么这里也是同样的 依靠普显菩萨的大愿望 就是普显菩萨的大愿 还有他的无比的威声和加持力 当然龙猛菩萨和世经论师都解释的时候 都说普显菩萨的心愿力 让我们凡夫的一些人 在我们面前可以呈现无量无边 恒河沙数的如来 就像阿弥陀佛的发愿力 即使凡夫人 他要去作意观想的话 阿弥陀佛可以在他的面前呈现 接受他的供养等等 就是能实现他的愿望一样的 那么我们在向他顶礼的时候 这是因为普显菩萨也好 或者说 他有两种解释方法 或者普显都是一切善妙 一切善妙和一切善妙心愿的力量 这个未胜利 实际上是善法得以胜利 恶法得以失败 以善妙的无比威力和功德力 依靠我们这样善妙的发愿力 能显现无量无边的 一切的如来 显现在我们面前 当如来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 又变成现前无数刹土当中的身体 就是无数成刹 像围成那么多的身体 那么这些身体 一个一个地在佛陀面前 在佛刹当中的佛陀面前 又变成不可思议的身体 向他进行顶礼 所以在这里主要想到了顶礼 主要是做身体顶礼 当然前面也有一些观想 但是这个观想 我们要想到以普贤菩萨的 我们可能前面的龙门菩萨 他们所讲到的 那样可能比较方便一点吧 普贤菩萨等他们的卫生缘理 让我现前释放所有的一切如来 在这些如来面前 我的身体变成不可思议 无量无边 恒河沙数的 像无数刹土当中的身体那样 向这些每一个佛面前 不断地进行顶礼 也可以还要说 每一个佛面前 又变成无数的身体 有十分世界当中的一切如来面前 进行顶礼 所以我们经常要想到 利佛的功德 按照《正义阿含经》里面也是讲过了 利佛顶礼佛陀的五种功德 第一个功德是身体断置 相貌庄严的 然后第二个功德 我们的语言非常美妙 动听 然后第三个功德是堕财 金银财宝什么都圆满的 第四个功德 生生世世长在一些 长者和富贵之间 第五个功德 命中以后一定会转生到一些清净的刹土 或者是善取当中 所以我想在无量的 无边的如来面前 我们一一的作意 观想 顶礼 这是的确特别大的一种功德 为什么别人说 普贤行愿品功德很大 普贤行愿品我们确实是 一些无法想象的 但是大乘佛教的这种境界当中 也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我们在一个佛陀面前 做一次顶礼的功德 按照《毗奈耶经》里面所讲到 从自己的身体一直到 下之金刚大地之间的 所有的微尘兽那样 也获得了转能王的果位 那这样在无数的如来面前 我们自己的无数的身体 来进行顶礼的话 这种功德 唯有了佛陀才能撤斗 或者宣说的 而我们任何 菩萨都是没办法的 更何光束世间的凡夫人 因此第二个偈颂的内容 应该大家怎么样观想 就别念的时候 别观想 第一个偈颂怎么样观想 待会儿下完课以后 每天都是讲几个颂词 应该最好是能观想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念 每天都在念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九九八所有四万十七将额 产生一切三十三 这是一个 讲到生顶礼的功德 下面是一顶礼 刚才有些讲义里面讲 这是重根治观修的顶礼方法 因为上根者证悟的顶礼方法 中根者观修的顶礼方法 下根者一盘用身体理性 身体来做顶礼 有三种当中 刚才是中根者 他用观修的方式来顶礼的 现在下面这一个 叫义顶礼 用《圣口译》里面的义顶礼 义顶以称众成熟佛 各处菩萨众会众 无尽法皆称义然 身心诸佛皆充满 那么这个是离根者 离根者以一种证悟者的心境来 进行顶礼的一种方法 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那样 就是无数的这种佛 无数的这种佛 一个围尘当中 这是我们现在没办法想的 一个小小的围尘上面 有无量无边的 世界上是有多少个围尘 我们谁都说不清楚的 那么一个围尘当中 也有围尘数目的 就是无量无边的佛刹 佛刹当中有无量无边的如来 那么这些如来 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两个佛陀 不是这样的 也是有无边的菩萨还有声闻 各种眷属已经围绕着他 就像有些注释里面想到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他的身子罗后罗 鱼子像声闻缘 鱼子文殊斯理讲 当大乘菩萨 身与鱼这样的佛刹 佛刹无量无边的 就是无量无边的 同样的 所有的这些 一个围尘上面有无数的刹土 无数的刹土当中 无数的佛陀 每一个佛陀有无数的眷属 已经围绕着 这样的境界 所有不可穷尽地发解 刚才前面一个围尘上面 有无数的如来 这些眷属也是无数的 这样的境界 所有世界的围尘都是充满着佛陀 那这样的话 我们都知道 上上下下 到处都是佛陀的境界 我们为什么说 一切诸法都是 本来都是如来无二无边 一切都是 这是你到达一个 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你才知道所有的围尘 并不是说 一个小小的围尘上面 佛陀也是记在那个上面 然后好多都是佛陀 好像在那一直记着 那我们凡夫人是 肯定不能想象的 不要说一个小小的 城上面佛陀 连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个小虫 无数的小虫也没办法的 这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围尘 确实在《大幻王》里面讲的一样的 没有一个狮子的话 即使这个围尘是无量世界可以容来的 无量世界可以容来的话 无量世界当中也有佛陀不可思议的心境 这是我们如果读到了 《华严经》的法界品的话 确实也是能深信不疑的 而且我们讲 今年《大幻王》的时候 前面讲一些清净观的时候 大家也可能稍微有一些感觉 这样的境界 我们并不是光是一种所说而已 从心根深处 从内心当中生起甚深的信心 知道佛陀都是无处不在 我们都知道真正要学化验的时候 一切都是充满佛陀 什么佛山充满于法界 普现一切众生前 《华严经》里面不是经常有这样吗 就是说佛山充满于整个法界 那么无数的这种佛陀 并不是阿弥陀佛只有一个佛陀 他很遥远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特别特别遥远的 而释迦牟尼佛早就已经圆寂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没有一点境界的人面前 会呈现这样的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道理 我们对密法和大乘佛法 有了特别深深的理解的时候 字面上可以理解的 到了最后一地菩萨以上的时候 完全是这个意义 就是一尘中有成熟差 完全会明白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无法想象 但我们还是一定要深信不疑 如果你觉得有一些怀疑 我希望最好看看一些大乘佛教 尤其是密宗当中的一些清净观 去理解的时候 应该说是 一个微尘上有成熟的刹土 成熟的刹土 实际上是充满所有的世界 那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说 我们的乌云 我们的身体如来的贪嗔 如来的贪嗔 当然他深深的 清净观没有理解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不可能说 凡夫这里也有一个佛 这里也有一个佛 并不是现在有些人在身上 非要画佛一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是特别简单的 凡不愚称观点 因此一定要讲到了 最深深的境界 这就是说 我们一观想 一顶礼 其实这样的观想和这样的理解 是一种最高的顶礼 正是我们通到了 这种清净和平等 无二无边的境界 这是普贤菩萨最高的一种思想 现在的话来讲 这是一种思想 可惜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达到 但是我们用恭敬的信心 来经常念诵 经常观想 这样以后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样凡夫的心 也是慢慢挥入 诸佛菩萨的大海当中 最后今天所讲的 还有最后一个颂词 不要打瞌睡啊 我们这边的人都好一点 听树影镜的 有些人打瞌睡 下面第三个是顶礼 这个是余顶礼 余顶礼 各与一切应声海 普出无尽妙言辞 今于未来一切皆 占佛甚深功德海 这个是用余愿来赞叹 余愿来赞叹的时候 余顶礼 什么叫做余顶礼呢 当然 余愿不像我们身体一样 可以做顶礼的 余愿对上师也好 对佛 对菩萨 谁要想恭敬的时候 他说话的方式 有一定的差别 他会经常赞参 赞叹的时候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世界当中无量无边的佛陀 这些每一个佛陀面前 我们也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些地方观想 比如说我们身体无数的 身体无数的话 那么无数的 无量无边的口中 发出不同的 无量无边 特别动听绵妙的声音 这种声音并不是一种声音 或者两种声音 是以大海来比喻的 《佛弦行愿品》里面的很多都是 用大海来比喻 非常多的 不可思议 光度也不可思议 深度也不可思议 唯有的用大海来比喻的 所以我们用无比特别多的声音 还有方式也是向我们翻译 六十种不同的翻译 美妙的翻译 言辞也是各种不同的声音进行赞叹 进行赞叹的时间 从现在开始 未来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 永远也是没有致敬的 这样的时日当中 赞叹佛陀的甚深功德 比如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六度万行事如何 现在在国地的时候 有四五位 十八不共法 十力等等 有不可思议的这些智慧方面 悲心方面等等的这些功德 这些功德 我们用语言来赞叹 我们用语言来赞叹的话 其实历代高僧大德对赞佛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赞佛的时候 其实真正很多的功德 自然而然会呈现的 以前《大智度论》里面也是说过 赞佛功德是令人烦恼薄 我们赞佛的功德的时候 这个人的烦恼慢慢就薄弱了 以此功德过 接近诸构灭 诸构灭 以这个功德 很多的烦恼戒会灭尽的 还有勾染都会消失的 因此我们这样发出声音 其实我们念《普贤行愿品》 这是一种赞叹佛陀的声音 我们平时念经 也是赞叹佛陀的一种顶礼 我们顶礼 语言不可能 它是一种声音 这个声音 我们经常认为 所谓的顶礼 可能是一定要磕头 或者闻讯 但语言的顶礼 一定要用一种赞叹 念诵赞叹 然后心里的顶礼 去观想 刚才有些人可能会想 语言能不能发出这么多的顶礼 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我有时候经常想 我们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的 通过电脑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从一个音频上面 都是可以呈现的 从我们心里面的 很多观想方法 其实是在一个视频当中 都是可以 比如说世间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佛像 你可以在一个佛像当中 可以呈现的 现在很多科学的技术 完全呈现化验的 特别玄妙的一些境界 以前一些佛和菩萨的 大德的愿文当中也是说过 比如说 我们一个小小的水器 小小的水器放在地上 但是天空当中的 无量无边的群星 可以自然而然地 陷在水里面的 你们不信晚上的话 可能寒地没有 我们拉荣今晚上 应该是个非常好的 天上有很多很多的星星 你不信看一看 一碗水放在里面 然后看看在高空当中的 无数的星星的影子 可以呈现在那里 同样的道理 我是一个凡夫人 但我要观想无量的佛陀的话 在我的衣经的 小小的水器当中 无量的佛陀 可以观想在我的心当中 因此从这么一个简单的比喻 也可以呈现 普现十大愿 不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前面 再三今天做总结的话 前面第一个是略说 身口意都要顶礼的 然后广说的时候 身体怎么样顶礼 心怎么样顶礼 语言怎样顶礼 用三个方面来进行描述 那么我们以后 念诵的时候一定要 每一个偈颂念的时候 把偈颂里面的内容要回观想 我们今天用的是藏文来回想 也可以吧 第一个偈颂你就会回想 第二个偈颂 因为你们不懂藏语 有时候有点困难 有时候用汉文念诵也可以 但今天我们还是用藏文来回想吧 是吧 就今天讲到这里吧 这一句书张尔教 夏秋夏天 年度一个在以楼位纘 发明衆 夏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